两个伙伴一起去 走一套房子 看一下这个 深圳城中称的 一个两房一厅的房子 多少钱一个月 之前住的是一个单间 感觉有点小嘛 现在走个两房一厅 两个人一起合走 先去看一下这个房境怎么样 是我们股东 一个是我们店的员工 深圳这些地方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些房子 特别多 我们现在在这里找一下 房子的话都是很密 简称这种握手楼 就是两栋都在一起 所以说如果说租的这些房子的话 光线的话 过方便的话 就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要找一个光线好一点的 大一点的房子 它的光线通风 效果就不错 这些地方都是高楼 刚刚我们问了一下 是走这一套 是楼梯房 走这个二楼 这两个都有空调 待会上去看一下 现在等黄东过来 黄东现在还没有过来 这里还有一个架子床 可以上下可以住两个人 这个是一个房间 上面一个空调 这里还有一个衣柜 这里就是一个床 窗户外面 光线还可以 这边有一个房间 上面也有空调 这个是秀牧师床 这里还可以 通风效果还可以 这里也是配了一个 配了一个衣柜 客厅就不是特别道 这里面就是一个厕所 厕所有个淋浴 这个就是厨房 有油烟机都安好了 做饭干嘛都可以 这个是阳台 阳台这里可以放个洗衣机 阳台关键可以 早上太阳 从这边一出来就晒得到 因为对面也没什么遮挡 是之前的老房子 住两家人还是可以的 到时候我那个股东 跟他女朋友的话 就住这个房 我这个同事单身一个人 就住这个房间 所以两个房间不干扰 瀑布干扰还是可以的 刚才我的店的这个股东的话 把这个两房一厅租下来的 一个月的租金的话 是1700块钱 两压一胶 所以说租起来之后 它感觉压力有点大嘛 就跟我们店的这个伙伴 一起分租嘛 所以说准备明天 就把东西搬进来 所以说怕有点尴尬 怕不好嘛 或者毕竟男孩子 还有女孩子在一起嘛 比如上洗手间啊 然后冲凉啊 上厕所啊 可能会有点不方便嘛 就比较担心 这方面尴尬的事情出现 有情侣住在一起 避免这样的尴尬的事情发生嘛 反正都是同事嘛 朋友嘛 认识就好了 也不会太尴尬 这房子 像我们这里属于关外 群中村 相对来说的话 1700块钱 还能坐到两房一厅 你要像市区的话 坐这两房一厅的话 我估计的话 至少要三四千块钱 所以住在关外 还相对来说 比较便宜一点 好了 视频分享到这里 大家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观看